马斯克亲自订的推特接班人准备履新了 最新消息 林达·亚卡里诺·林黛·亚克里诺会在今天6月5日 美国时间正式履职推特CEO 这意味着他在马斯克宣布不到四周就上任 比预期提前了半个月 自去年10月正式接手推特以来 马斯克快刀斩乱麻 推特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 但也因此备受争议 比如马斯克的旋风管理方式 导致广告收入巨幅下滑 特斯拉股价也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不断下跌 来源推特 如今马斯克终于解放出来 按计划他将担任推特执行主席兼首席技术官 负责监督产品软件和系统操作 这个职位明显悠闲不少 特斯拉股东应该高兴了 毕竟这意味着马老板会有更多的时间关心特斯拉 名妖女超人林达亚卡里诺 今年60岁的林达亚卡里诺 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先后在特纳传媒和NBC环球集团等头部传媒企业任职 林达的领应资料显示 她是横跨整个美国全球广播公司 环球网络资产和业务部门的战略和运营桥梁 在官宣成为推特新CEO之前 她是NBC Universal NBC环球的广告主管 来源LinkedIn 2011年林达加入NBC环球广告部门 直到今年5月12日 马斯克官宣其成为推特新CEO后离开 林达已经在NBC环球工作了12年 此外 林达也是其全球广告和合作伙伴关系主席 负责广告销售 合作伙伴关系 营销 广告技术和战略计划 林达在广告界的地位有多重要 NBC环球此前曾称 她重新定义了21世纪广告业务 据悉 林达此前每年管理的广告收入超130亿美元 约920亿元 与各方代理商以及营销人员的关系密切 外媒统计 林达与全球2000人的团队 在过去11年中 总共完成了1000亿美元的广告销售额 带领团队负责在 Apple News BuzzFeed Twitter和YouTube等平台 分发内容 寻找广告主 扩大了NBC环球的全球影响力 并推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广告服务模式 她所得的荣誉和奖杯 足以说明其影响力 2022年 林达获得了美国She Runs It机构 评出的年度女性 同时还获得了前100名女性高管英雄 包容性领袖奖 改变广告的十大人物 以及业务转型前100人 等诸多奖项 她是一个真正喜欢成为女超人的人 认识林达20多年的营销老将 Lupes Calis表示 林达是一个凶猛 精明 且野心勃勃的人 她总会抓住机会 介入一些事物 解决掉一些难题 与此同时 林达还非常善于交际 她会将自己描述为行业内备受追捧的联系人 合作者和顾问 以及坚定的变革推动者和完美的统一者 她和欧美一些名流的交情都肥浅 比如时尚女魔头温图尔 知名女星卡戴珊等 甚至连美国前总统特朗图 都曾两次庇用她 担任体育 健身和营养委员会成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